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來分享這個 Idle Heroes of Light的序號禮包碼 我們首先點擊左上角人物頭像 然後再點擊右下角這個設置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激活碼 然後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激活碼 然後第一個是這個 IDLE 然後HERO IDLE HERO 兌換 這獲得10個高級召喚券 那下一個呢是這個 WKG然後4ND WKG4ND 然後兌換 這個也可以獲得10個召喚券 還有這個多這個1000個鑽石 我們現在這樣就有20抽了嘛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啟這個 所以我們要再去多打一點 才能夠 這邊也可以領這個 可以領到這些東西 就是事前預約的獎勵 我們先來這個背包先合成一下 這樣就獲得這個 SS角色奧威爾 在夥伴這邊上陣上去 然後呢幫他強化一下 升級 升到11級 接著來打我們的主線吧 先打到14關嘛 打到這個14關就可以那個 抽卡 不知道這個的爆率是怎麼樣 怎麼樣 好現在 12 要打這些豬豬 這不可以放這個 那個技能 打這一關的王 應該蠻簡單的嘛 我們有三個人 一個大招 OK 升到13級 換成另外一張地圖 末日峽谷 我們繼續裝備我們的 東西 然後強化一下 不見這裡可以激活 這裡培養又可以再升級 感覺這個人很快就要被換下去了 挑戰首領 這個挑戰完我們就可以去那個 去抽卡 這是一款那個放置類型的遊戲 就比較適合那些沒什麼時間 玩的那個 這個他下面這個他會自動放 好現在點擊組成 點擊這個召喚神壇 要再多召喚幾個 強力的 是用金錢去召喚的 感覺就不會召喚出什麼好的 直接跳過 對嗎 只有一堆經驗 然後還有一個 一個 紫色的角色 我們再上陣上去吧 現在目前就只能上陣4個 好我們回到這個召喚神壇 這個高級召喚還有限時召喚 限時召喚是要出用這個鑽石 可以抽到3S加 我們召喚10次看看 看一下這個動畫比較不一樣 好像有一個顏色比較特別的 這個好多橙色 喔 抽到一個 SS的 沙伯琳娜 好像沒有抽到這個 沒關係我們這裡 這裡可以抽 抽到蠻多都是的經驗藥水 要不然就是碎片 我抽到這個莉莉絲 SS角色 然後我們再召喚10次 都是一堆藥水 這個 奧威爾 這不是我們一開始送的那個嗎 他會變成碎片是嗎 貝羅妮 貝羅妮卡 我們等級也提升了 他這個 這個不是一樣的嗎 升星的話要同樣一隻嗎 OK 那我們就可以幫他升星了 我現在把這個上陣 都上陣成這個 SS角色 可以上陣一樣的嗎 不行 就只能上陣這個 把這個米蕾雅給換下來 可以把這個 不能夠把主角換下去 怎麼讓我們主角站中間 然後呢 這個有上陣的 給他升級一下 這個要到一轉30級才開放這個一鍵升級 這個也是在上面 我們這個應該是站輸出嘛 對 然後感覺我們主角比較偏向那個 坦克 因為我們現在的陣容是這樣 這個麗麗絲是 也是輸出 三個輸出一個輔助 非常合理 這個副本 要到蠻後面才開啟 26關 我就再玩個一下子就可以了 剛剛是不是看到其他隊伍 現在 蠻簡單的喔 我們抽了這個20抽 應該目前是沒什麼問題 這個主角的裝備都可以換 都可以換成這個18級的 換成這個比較好一點的 先強化一下 然後如果有那個 對阿現在沒有點點了 這個boss出現 這個還有這個相剋的關係 OK 我們的圖鑑也都解鎖了很多喔 像這個都可以 每個角色都會增加 應該是要盡快把這些全部都開出來 我們先來繼續升級一下 繼續打我們的主線 然後繼續打我們的主線 看一下我們背包好了 我們背包有這個掛機寶箱 獲得一些這個經驗藥水 這個普通技能書 然後這個等級又提升了 看一下這個召喚禮包 好 沒什麼任務 任務獎勵 可以領錢 這個成就 也可以領一下 差不多領一領應該就可以去那 升星 這是累積消耗獎勵 可以拿到這個禮卷 先去抽獎 先去抽獎 我們 看一下現在這個 看一下這個禮卷要怎麼用 魔幻 轉輪抽獎 我們現在應該是還沒有開啟吧 所以呢這個遊戲大概就差不多這樣吧 好吧那我們今天這個 Idle Heroes of Light的序號裡 幫我分享及是玩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